今年的50元被奴役國家做運動將在7月13號到19號舉辦,在台北市將舉行群眾大會,邀請美國國會議員和節目內外的反共鬥士參加。 國內外參加學者、青年學生和反共議事也將分別座談,討論反共的形式等問題。 在今天的會議中,蔣蒙理事長古正剛強調,要透過這個運動,積極視野被奴役的人民推翻共產暴政,恭喜自由鬥爭的勝利。 。 。